我收到那些信是真实的血泪 然后我有被吓到 独立出资举办38号树洞展览 替性骚性侵的人们发声 昨晚她PO出一段内容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她很羡慕展览中的信件 她没有勇气寄信 她说她是第一次说出这个童年记忆 在她八九岁的时候 大妈把自己的亲生女 她本人还有小四岁的弟弟叫去卧室 问小朋友们好不好奇乳头的味道 如果想知道就来舔舔看 十年后 朋友回想那时候 在床头柜发现的电动按摩棒 以及那一天 大妈盖着棉被 只露出乳房的画面 哦原来这是严重的 看到这则贴文的你们 有什么想法呢 某位网友直言 这个故事有争议 有很大的机会是后天记忆加工 所谓的按摩棒 我小时候也看过啊 即使使用油和甜乳头有相符吗 这样的联想不是好的方向 你认为的真相 而不是真正可以证明的真相 你只是你 不能代表任何人 也不能说出你能看透一切 逼得鸡排妹回应啦 我就是当事人 请问你还想说什么呢 你所有的留言 就是典型的检讨被害人 我只是把我的感受说出来 那我被欺负了 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感受说出来 那说出来之后 变成一个暴风圈 应该是要去检讨加害者吧 应该是要去呼吁说 你们不要再欺负别人 你们不要再信赏好别人 你们不要再对别人不尊重 是这样吧 怎么会是让我过来说 你当下怎么不喊出来叫出来求救 鸡排妹继续以第三人称视角写着 她能如何 告诉那个忙碌失业的爸爸 让前妻照顾后的下场吗 让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回想起这段吗 说出来真的很难 若她是公众人物呢 更难 亲生父亲和大妈都还在世的状况 她该怎么做 有谁可以告诉她 那个绵绵的口感是什么呢 你说这个事件本身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不是我说的算 所以就去做了书信长 我们就是想要接住这一些信件 然后用最温柔安静的方式 去善待他们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台湾在这个议题 应该需要好好的正视 所以应该说大家不用把受害者 或幸存者想得那么脆弱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虽然 童年有过不死派的回忆 但是我可以选择 我想要成为怎样的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